网络上流传原来都不是喝咖啡惹的祸 人家说喝咖啡会骨质疏松 但是网络上流传说 其实啊 罪魁祸首元凶并不是咖啡 而是当中加的白糖惹的祸 也认为白糖就是造成骨质疏松的元凶之一 不过医生说的确 吃糖会导致身体变成酸性的体质 但是应该不至于说 会因此而释放钙质来达到酸碱平衡 因为吃蔬菜也可以达到中和的效果 年纪大了 不少人要面对骨质疏松的问题 饮食上除了要多用奶制品补钙 网络上更流传 使用过量白砂糖可能是造成骨质疏松的原因 看相关的书籍文献是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 主要就是台湾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钙啦 就不晒太阳 然后又要瘦 虽然白糖对钙质流失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摄取过多 不但会让身体造成负担 还会变成酸性体质 钙质跟矿物质 就是不会从体内去释放出来 去平衡掉白砂糖的一些酸度 可是吃白砂糖确实会让身体造成酸性的体质 所以建议还是吃一些蔬菜水果去补足会比较好 防止骨质疏松 除了多吃奶制品之外 还可以多吃黑芝麻或小鱼干 再到户外运动晒太阳 都有助于补钙和吸收 预防骨松 找上门 记者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